門前花花草草 裝扮得美輪美奂 永和區模範父親賴武光 他還是個環保小煎兵 自家門口加入巧思 不僅擺了一張搖籃椅 還充分利用廢棄物 打造各種有趣的環保品 就像一座小遊樂園 應有盡有 他本身也很熱心 他幫我們禮做資源回收 然後整理花木 然後佐林六壽都跟人家相處得非常好 里長他覺得說 我們每一個地方都是 某遊地硬邦邦的 你怎麼樣去綠化 怎麼樣去美化 我說你沒有辦法在平面上美化綠化 你可以給它立體化 所以很多的立體化的觀念 都從我這裡來 所以你可以在牆壁上看到 連牆壁上面都有種花 這個東西就是把它立體化的結果 光看賴爸爸的居家環境 就知道他的美感不簡單 參與環保工作 帶領義工協助里長 整頓社區環境共同維護花圃 讓社區達到綠美化 這樣熱心助人的他 私底下還是個溫柔貼心的好爸爸 現在如果等到小孩回家 人家怎麼知道 爸爸幫你熱一點菜 你要不要吃 我說我只去我就去死 美化很厲害 看到小孩就一切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現在七個孫子 我們感情非常的好 現在能玩的 就剩下最小的那一個 最小的那個 今年剛好七歲 他每次回來 都會先找阿公阿嬤 然後呢 阿公阿嬤就會 給他親一下子 他現在不讓我親了 為什麼 他說 阿公臉上都長了很多的螞蟻 所以 只是讓阿嬤親 不讓阿公親 那 我說 阿公會有螞蟻 都是你跑到我床上去吃飯 然後呢 床上都長了很多螞蟻 阿公睡覺 螞蟻都跑到我的臉上來了 這也都是你的事情 這個你不能怪阿公 嘴上不邀功 卻比一般人更關心家人 在談笑風瞬間 可以感受到賴爸爸的風趣幽默 也從他含怡弄孫的有趣互動 看得出他對家庭付出的愛 數十年來從不減斷 水天空新聞有何報導